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,第二季度居然就开始回升。 关键原因在于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得到控制后, 全国工业迅速地恢复生产,企业快速灵活地调整供应链, 还有国家出产一系列支持企业复产的减税降费政策。 2021年,中国经济动力应该会进一步增强, GDP增速很有可能远高于2019年的6%年一。 回录2020年,这似乎是重大变责的一年, 疫情不仅给全球经济造成重大打击, 还使许多国家意识到公民面中的全球依赖性。 在另一方面,疫情也促进了一些技术的发展。 从长远来看,这些技术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。 数字化的大趋势更是如此。 防疫封城和现实措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